大家可能不知道病理科做什麼 病理科其實主要是做檢查的 就好像你身上長了一顆瘤 去開刀切下那顆瘤的 是一個外科醫生或皮膚科醫生 可是檢查那顆瘤是什麼 就是病理科醫生 那到50歲 那你在你的領域變成一個專家 譬如說我做肝臟病理 我做肺臟病理 那至少人家會覺得你是個專家 那就是一種成就 那做研究其實很辛苦 對啊 因為它就 它變得有點像責任字 你的論文沒寫出來 你永遠都要辛苦 當然你第一個發表是成功的 然後後來證明它很成功是對的 那就是一種成就感 我覺得要走生技什麼這些領域的話 你對生物要有點興趣 學醫學要有興趣 那否則的話很多念醫學系的學生 他們在學校高材生 物理很強 數學很強 念到醫學就會 就會覺得興趣缺缺 好像是為了家人啊 當然他們很優秀的話 對生物有興趣 當然就很優秀 可是如果不是很有興趣 應念的時候 就會覺得比較發揮 所以後來證明 特別報告 有種兒域 芷果 做出來 我們就能夠